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這一次我所要教各位的是來自李榮浩 我所改編的喜劇之王 模仿bass的部分 首先在每一個和弦的彈奏中 除了更音以外 我還使用了在上一集就有教給大家的 和弦靈靜音的使用 首先前奏的部分很簡單 第一個和弦是Am 第二個和弦是Em 那麼在這兩個和弦的彈奏我會這樣子彈 OK只是在E和弦要換回Am的時候 我會彈奏一個深G 也就是Am前面的一個音 OK使用這個深G 然後讓它進入到下一個回到Am的動作 所以它的聲音就會長這個樣子 它就會有一個 前進到Am的感覺 在Am的彈奏中 其實也有一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第二下的更音的彈奏 就是在這邊 這個第二下的更音 我會彈在第六條弦的第五個格子 我會彈在第六條弦的第五個格子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彈在第五條弦的空弦音的話 那麼到時候在彈奏第六條弦 E和弦的更音的時候 這兩條弦的聲音就會一起發出來 那到時候這兩個聲音就會打架 然後Bass的彈奏 Bass的聲音就會變得很吵雜 那麼為了要讓我的Bass乾淨一點 我就把第五條弦空弦音的A的彈奏 換到第六條弦的第五個格子 那到時候換到E和弦的時候 因為在同一條弦 我到時候放開 就會剩下第六條弦的更音的部分 所以他們兩個要是一起發出來的話 就會很吵雜 那麼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第五條弦第六條弦 就會一起發出聲音 那這個時候就會很吵 然後那個低音就會濁濁的 所以我把它換到第六條弦的第五個格子 那麼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大部分的經過音 我會做在第四拍 那麼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我們在一起 那麼加上正常的吉他彈奏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作詞・作曲 李宗盛